大家好 欢迎来到高sir正能量时间 小市民凭良心做实事讲真相 今集高sir将会分享两个议题 第一个议题将会和大家回顾一下立法会这四年的乱局一些大事 以及近期一些喜讯 第二件事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香港01的标题是《难以否定的中国式治理》 也揭露了一个西方民主的腐败 在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留言订阅赞好和分享高sir的频道 刚才所讲的立法会四年了 今天看直播看到很多立法会议员也有开网上的直播 那么就是去回顾一下立法会一切的喜与乐 另外就是很遗憾地立法会今天最后一日的会期 最受争议的就是明日大婴的撥款 未能够审议 唯有下届就再续了 那当然明日大婴去推不出来的时间 受累的是哪些呢 受累的就是我们一帮市民 没地又何来有楼呢 亦都是了 亦了一些地产霸权 地产霸权团地嘛 团了棕地 迫令政府用高价去收购 这个亦都是整个修例事件 而且一直在香港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地产霸权 经常有些反对派就说官商勾结 其实不是的 是地产霸权 是政商勾结 就是反对派收了地产霸权钱 在议会里拉布去逼拖死明日大婴 我可以这样说 这个是一个阴谋诡计 当然我们在说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他也总结了今年立法会的工作 总共在说收愧 那个501次点人数 虚耗了87个小时 然后历价最多的97次赶走不检点的议员 然后6名议员被DQ 这些数字是没得骗人的 可以看到立法会越来越乱了 我们细数几项的丑事 第一项大家都不想在七一大肆破坏立法会 整个立法会拆散了暴徒 第二样东西 卖国策郭榮鏗 就是疯狂拉布7个月 第三件丑事就是朱凯迪、许智峰和陈志全 潑屎啊 潑屎没了啊 即是越来越过分 接着就是揽炒派在议会里面变了格斗场 这几件大事也是我们引以为监的 所以就是未来都是不掩其犯了 希望大家看清楚这些事实真相 希望大家去理性点投票 就算是泛民、民主派、政界不同人士 真的看一看我们香港不可以再乱下去了 在这里也想恭贺一些参选人 特别是昨晚何军义律师 终于宣布参选了 他团队还有战狼中队 有华哥、黑超哥和大卫sir 再次在这里祝各位兄弟、姊妹、骑开得胜 很多人都会问 喂高sir为什么你不是战狼中队的 都是一句 由于战狼中队太厉害了 因为河律师那边一扯扯了三大猛将 当然也需要其他猛将在其他区域、地区去帮忙 大家都会问 喂高sir你不是17号有些特别公布吗 由于疫情问题 敬请见谅 不过可以这么说 高sir就不会参选的 第一大局着想 我们建设力量现在的票员都是慢慢的 所以有时候个人的荣誉 至少香港市民的福祉是大 高sir由头到尾上年11月24号至今都是这么说 我们要出奇招 我们要破局 要出一些不同的招数 去打乱反对派的阵脚 所以高sir有一个campaign就连同各界人士就会去启动了 不过原先想今17号就搞个记者发布会这么大疫情问题了 那不要搞住不要紧要 多些时间筹备 另外也都会在地区那里去帮一些建设力量的参选人 务求我们去多分力量去扎结最强的力量 我们超越35家 就是我们建设力量一定要拿着 以许会的那个控制权 好吧 那么希望各位都要支持 以及支持高sir的选目选民大行动 那么第二样东西了 就是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不错的 是香港01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呢 就是《难以否定的中国式治理》 喏我们可以看到了 西方民主其实大家都由眼看我 尤其是我小朋友经常都说西方民主好啊 西方救民主 我经常拼一拼去头 嘿 民主的嘿 就是那个 近年了西方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陷入了一个困局就是呢 政治争拗就太多了 是啊 大量的选举没有创造出更好的政府 政府和管治加上民粹啊 短视各种的因素呢 导致选举不断重复着呢 上台幻灭支持到下降下台的恶性循环 那么可以看到了就算是台湾呢 也都不见得是非常之非常之好 那么民众呢 就是那个 只能不断的赶紧压下台 是的 但是呢 也都不能够呢 选出一个很满意的执政者 那么 喏我们可以看回了 我们中国式 有些中国式的民主 有些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能之前高sir都有分析过 但是不厌其烦 我都想说的了 例如是 例如是 今次那个疫情 可以看到我们西方国家 不断地爆发 就算呢 你到这个moment 日本呢 就是好像我这么说 日本呢 都爆了八把声的 就是那个虽然说 解除了一些 高危级别 但是呢 一解了之后又爆了 跟着我再说 美国啊 特朗普更加抗疫不力 单日 就是那个突破了75,000宗新剑 创单日的新高 可以看到了 反观回我们中国呢 虽然 就是之前武汉市解封了 是不是 跟着 北京呢 就是因为有些外来 就是外国 变了种的 捆入了去 跟着呢 有爆过嘛 就是 早前一两个月 听有些北京朋友说 都严重了 不过 就是 我们国家都是采取一个 非常之缺断的态度 短短在28天 就可以解决了 哇 你可以看到 一看下去全部 简直是高下立建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我们经常说 喂 我们经常 就是那些反对派 暴徒 都是这样说 喂 你经常自圆其说的 但是sorry了 今天香港01一篇哈佛的民调 它也是出了 93%的中国人是满意中共执政的 大家都可以看 哇 整天呢 就是有些很错误的数字呢 就是说 中国政府啊 执政不行啊 又说很极权啊 但是我想问下 喂 谁说的 全部都是西方国家说的哦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回那篇报告啊 可以去上香港01看 那这个报告就是说 对中国政府作出四个评级的分类啊 就是有中央、省、市、华原、城镇 结果反映了2003年至2016年间 受访者对各级市政府的满意度有着显著的上升啊 是的 那个另外就是呢 而且那个占比相当惊人啊 是的 那么最高满意度啊 给中央的评分呢就是 86.1至93.1 最低满意度啊 就是一些城镇啊 就是我们叫城镇啊 就是43.6 改善至70.2 就是说喂 说真的啊 民众的反应呢 就不会说假的 还有呢 是一个外国哈佛的报告去写出来 是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了 看回那个 就是也可以看回整个 整个报告呢 就是那个啊啊啊啊啊 用了呢 13年共8次的调查呢 去整出来的 那跟着呢 就是那个啊啊 也可以看到 西方的极权的论述呢 就失了基础了 就是因为这份报告呢 那啊啊啊啊啊 我相信呢 大家详细呢 就可以看咯 那因为呢 西方国家呢 整天呢 都说 就是我们中共极权的嘛 那这份报告呢 正正就可以打破了他们的论述 就是他们常常都说呢 假设我们中共呢 就是一个极强的政府来的 就是以威胁啊 就是那个集体人治统治国家 长期呢 执政产生腐败 失去效能 最终呢 自我灭亡 这样高sir就可以这样讲了 喏其实事实呢 就是报告可以讲出啦 就算不看报告啊 只是看经济起飞啊 人民的生活的改善啊 和这次疫情啊 都知道完全不同的啦 那帮死鬼佬 纯粹还活在一个虚幻当中 就是看书本 喂人可以copy 可以人讲你就信 不要这么忘咎啦 大佬 是不是 就是那个我们中国的力量 是多么厉害 我相信呢 在短短四十年间啊 也都令到很多学者啊 西方学者也都估计不了了啦 而这次这份报告一出来呢 更加令到很多呢 西方学者呢 就跌眼镜啊 就是我想呢 是时候呢 大家都需要呢 来去中国呢 看一看啦 尤其是美国国务卿啊 我经常说呢 那个我们中国没有人权啊 就是那个麻烦啦 中国这么大 麻烦 我们是open给你啊 去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真是人权有问题呢 还是我们真是 中国式的民主制度 是吧 就是有别墅一格的创新 和呢 一个很好的管治力量 去导致到我们 是变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系呢 在2025年有机会超越露味 成为一个世界霸主呢 所以高sir呢 就很值得推介呢 这篇文章大家可以上香港01 去看回那个口港无贫 就是最紧要是事实 是最实际的嘛 另外最后了 就是那个我们经常说初船啊 是吧 戴耀廷要死PK呢 就是因为就是说明知道 就是那个可能知道啦 就是他初选有违国安法 那兼够呢 那兼够呢港澳办和呢中联办兼够呢 就是有封存呢 就国安部啊公署啊就接受嘛 跟着了就纷纷那些党羽啊 什么欧乐軒啊 然后勒以言啊 就全部说退出那个初选工作 不过对不起啊 犯法始终都是犯法 是吧 你杀了人是吧 始终都是杀了人 不会因为你杀了人 说退出啊 而去 不会拉你啊 反了法一定要拉 尤其是那些卖国策 是的 就是希望特区政府去严正执法 国安公署也都去帮我们市民 去讨回一个公道 另外那16件那些 不是不是16件 全部参选人 就是选过初选的参选人 全部不可以入閘好吗 那么希望呢 就是那个大家周末快乐 那么高sir正能量 今天分享到这么多 明天再和大家再分享 拜拜 感谢观看